他吃了 你看着他吃的 阿泰是真心喜欢你 他能吃到你亲手做的饭团 他一定很开心 我也没想到会碰到他 这就是缘分啊 缘分 你们能这样碰上 这就是缘分啊 对 就比方 你跟陶小姐就是一种缘分 我们是有缘分 但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 我是不是不该替陶小姐 这是头等舱的船票 我刚才在那边看了一下 码头上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一会儿呢 你上船就更安全了 你上船就费了 你知道吗 你上船可以吗 这个船都在船上 你管我 你帮你帮你帮我 咱们帮我帮你帮我 你听了我这番话之后 后悔的话 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您说吧 简伯伯 我们家一直在阻止你和赵庆的来往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简兆庆 其实她不姓简 她姓史 那你后来就没再收到陶小姐的信 没有 好了 不说这些了 邝姑娘 你早点回去吧 回去晚了 该被人怀疑了 那你今天就饿着了 少吃一个饿死 好吧 我明天再来看你 邝姑娘 你行动不方便 还是换你阿哥或者刘姐来帮我送饭吧 邝姑娘 你不是说了吗 能见面就是这种缘分 这件事情 赵庆也不知道 我希望你们俩 能够接触这个残酷的现实 简伯伯 我已经没有家了 我要下南洋 我要去见赵庆 我会把刚才的一切都告诉她 如果她愿恨我们家 不愿再接受我 我也认了 好 别难受了 来 快 把眼力擦干了 咱们上船吧 你 来 我来吧 走 开工了 兄弟们 醒醒醒醒 开工了啊 兄弟们 醒醒醒醒 开工了 开工了 下台 阿台 阿台 醒醒醒醒 开工了啊 开工了 开工了 兄弟们 都醒醒 开工了啊 动动动 快点啊 慢点 开工 好 谢谢 老西工 孩子们要去上工了 你的午饭我一会儿给你拿来 谢谢啊 好好休息 大家知道今天为什么开工吗 是因为我们西矿的大老板 布朗先生回来了 布朗先生 让我转答 他对 他对你们最真诚的问候 去去去 布朗先生说 大家 能为西矿工作 他十分地感谢 他还说了 他一回来 就听说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他很气愤 他替你们气愤 我们以前的那个经理 也就是查理 你做了很多对不起你们的事 布朗先生说了 他最大的财富 不是西矿 而是你们 最忠实 最能吃苦的唐山朋友们 这一回来 为了 给大家作为补偿 他已经正式地 将查理解雇了 他还要求呢 矿商修改规章制度 以后你们大家 每天的工作时间 都不会超过十个小时 在这儿 公司呢 不得逼迫你们多做 更不能因此 扣扣你们的工资 如果以后矿工有兵 可以高兵价 公司不会逼迫你们带兵上工 更不可能因此扣扣你们的工资 明白了吗 这些 以后呢 在公司 不论是我 还是其他的蛮绿矿警 都不能随便地 惩罚你们 都不能打骂矿工 更不能呢 对你们实施什么 考杀爹了这些残酷的刑法 我们呢 要善待你们每一个人 要改善大家的生活 为了保障你们矿工的健康 从季日起 关闭妓院 大烟馆 还有都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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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自重 为什么不废除我们的猪宰臂啊 哎 为什么不废除我们的猪宰臂啊 交线啊 为什么不让我们往家里写信呢 对啊 对啊 这个 我会跟 布朗先生进修 密切的商讨 我会 把你们的意思 传达给布朗先生 好吧 大家没事就可以继续干活了 啊 修菊 你看 好看吗 儿子女儿都能穿 儿子穿太花了 还是留给女儿穿吧 阿姐 你的手可真巧 你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 我得想想怎么跟蛮绿说 说什么 你不用歇着呀 歇着吃什么呀 好 你就别担心了 总会有办法的 来 再给儿子缝一件 老西公 没事啊 我跟你说一揉手啊 你全身雪花就开了 诸位兄弟 诸位兄弟都在啊 让开你 兄弟 老人家 老人家 听说您病了 我 来看看您 这水什么呀 这水 好 以前呢 是我们不对 老是对你们腰五喝六的 其实大家都是唐山人 何必自己为难自己的同胞呢 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一定把大家都当成自家人 咱们一起赚钱 让老家的人过上好日子 大家说好不好 好不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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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特意给您带来的西药 您吃点儿就好了 啊 啊 那 那 人家千万别相信啊 这是不是毒药都不知道啊 我 你查查是不是毒药 哎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 我以前是打过你们 可我也是没办法 那都是上头让我这么干的 我也得吃饭呢 行啦 小尹 啊 你就实话实说吧 你今儿唱的是哪一出啊 是为我们好 我还不知道你 行啊 你要真为我们好啊 看着 你呀 你要把这些破词片子 做的猪仔钱 能给我们寄回老家 让我们兄弟能够养家 就算你说的是人话 对 阿泰兄弟 诸位兄弟 这事我可管不了 这规矩它也不是我定下来的 你先休息啊 我就不打扰了啊 不打扰了 铁柱兄弟 这都民国了 您不把辫子剪掉 你看我这多好看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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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又加点水吗 不用了 秋菊 给你 刘姐 哪儿来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刘姐 托人从医保证买的 贵得很呢 刘姐 这么贵的东西 你自己吃吧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我又不如给你的 我是给我大侄子的 你自己吃吧 秋菊 咱不是说好了吗 孩子是没罪的 既然他贴在你身上 那就是上辈子你欠他的 来 先还给人家一个水果吃 赵静 我终于离你越来越近了 我终于快见到你了 我的心 怎么跳得这么厉害啊 还在想赵卿呢 还在想赵卿呢 离新加坡越近 我心里就越不安 是啊 我们大家都很不安啊 那天自从你们俩分手以后 我们家就和赵卿失去了联系 那现在呢 现在总算有点消息了 什么消息啊 他起初说 收到了一封 赵卿发来的求救点报 那就说明他人在南洋 是被堂口的人抓了猪仔 是吗 当初我们准备上船的时候 赵卿也是被人抓走了 是我逼着舅舅去的堂口 才找到了赵卿 把他送上的船 那你还记得 那天抓他的是哪个堂口 他头目叫什么 我当时因为生病 躺在客栈的床上 是一个叫邱菊的姑娘 来送的信 她说 抓赵卿的堂口老大叫 叫 叫龙三 龙三 龙三 我去 对 你去 你去会会这个叫布朗的烦牢 可是三爷 这个小的恐怕不能胜任吧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老板 而且跟洋人打交道我也没有经验 怕什么 洋人他也是做生意的 只要给他好处 他未必不答应 只是记着 要保证我们都有钱赚 是 可是我听说 布朗一来就把烟馆赌场都给关了 他能重开吗 我和这个布朗打过交道 此人老奸俱华 他此举 不过是安抚一下猪崽们 西矿的大老板们从外面回来 一般都是先在猪崽面前表一表心意的 那要是这样的话 那要是这样的话 小的应该也试一试 那好 明天你就动身 如果能拿下西矿周边的生意 这些全由你来打理 到时候给我交账就行了 谢三爷提拔 不过 还有一事 你要帮我暗中打听一下 您吩咐 你 地皮丁 他 真的敢 我还不能确定 阿妩已经失踪 看过这个玩意儿的 除了老贾之外 就是他了 这也是我的一块心病 想让你帮我再摸摸清楚 我明白 我明白 来 什么 矿城又开工了 听说是一个叫布朗的大老板 从国外回来了 把查理也给开除了 还说要改善咱们矿城生活 我觉得这个事没那么简单 我觉得也是 你是不知道 那个地皮丁和小野编得也太快了 你和阿泰啊 小心点 以防这个叫什么布朗的人 背后使什么坏 你说她们要是真能改善矿上矿工的生活 阿泰是不是就能来看我了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 走吧 你想她了 我想死她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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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会儿 歇会儿 歇会儿 掉头吧 慢点 照顾我 坐吧 对了 当时矿场为什么停工啊 这事没跟你说过啊 他们说啊 你和阿泰逃出去之后 得罪了银行的人 是银行让矿场停工的 银行 你们逃出去之后 真的得罪什么人了吗 不会是我七叔吧 你七叔 你得罪你七叔了 什么呀 什么呀 我七叔在银行工作 我们被抓回来之前 曾经给我七叔发了一封电报 让他来救我们 那我知道了 肯定是银行人得罪你七叔了 这哪儿跟哪儿呀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今天我送的饭吗 我找你有事 什么事 秋菊快生孩子了 这孩子 总不能不明不白 来到这个世上吧 得想个办法 给秋菊和孩子个名分呢 你说的是 这孩子又没罪 不能生下来就没有阿爸 可瞎仔他 你这个死脑筋 还想着那个臭瞎仔 他还算是个人吗 他就是个大烟鬼 你错怪他了 他是因为秋菊的事 这心里头苦闷 才去抽大烟的 你还替他说话 你知道吗 前段时间 他为了抽大烟 来找秋菊要钱 还打了秋菊 什么 找他去 站住 他已经无药可救了 你这段打死他 秋菊和孩子的事 能解决吗 可是 月薊 那你说怎么办 我就不明白 阿太有什么不好 他以前虽然是个大少爷 可现在跟咱们一样 也都是受苦人 他能为秋菊去拼命 这样的男人你都不同意 还能找什么样的男人 我知道 阿太对秋菊好 可是秋菊和瞎仔 是从小就定的娃娃亲 我阿爸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想这些事 你阿爸也好 瞎仔阿爸也好 就算他们真的为瞎仔和秋菊 定下那种婚约 那又能怎么样 能给孩子带来什么 能给我们女人带来什么 能带来希望和幸福吗 这种人 只有痛苦 一辈子的痛苦 我觉得痛苦 我还不是一样 我在唐山刚马乱婚 男人就过番下了南洋 你走就是这么多年 我一个女人家 飘洋过海追到这里 吃了多少苦我都不怕 满心想着 只要能找到她 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好不容易来到南洋 怎么找也找不到 生不见人死不见鬼 我就像要在那半空中 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来 好 玉璇 我听你的就是了 我听你的就是 不管怎么样 我也不想让秋菊 再走我的老路了 你就别躲了 我都看见你了 咱俩谁不知道谁啊 这管子一关张 你我都不舒服 闪开 你疯了你 滑影比我烟影还大 你 你干吗 我怎么一来这儿你也来这儿呢 我又没跟着你我 滚 滚滚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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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做的都是大生意 您吃肉 我们就跟着啃骨头 好 她说她要做大业 你拿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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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说 您挣大头 我们就挣小头 你拿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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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想啊 我们开烟馆为了谁啊 不就是为了那帮臭猪仔吗 他们挣的那点猪仔钱 那叫什么呀 那就是废钱 那 那就是一堆破瓷片子 他不在这儿花在哪儿花呀 是 他臭大烟了 体力不如以前了 可是您 您管理起来 他就方便了 再说了 哪个筹大烟的 他不欠钱啊 只要一欠钱 您就可以强迫他们 续续续续续卖身器 布朗先生 他们可是挖矿的 很辛苦的 得有一个 放松的地方 要不然会死人的 您是菩萨心肠 您开烟馆 啊 祭院 对他们 都是一种施舍呀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们烟馆每月可以给您的公司 很大的一笔 红利 这 这 是 是 是 但是 但是 如果您想要开始 一个大烟馆 和 鸡蛋 那我会不会 站在你身上 我只能有一个 一条 您说 我希望你帮我找到一个人 简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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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么大的老板 找简赵青干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找他 你找他 原来他是广汇银行的二公子啊 哼 哎呀 看来这回布朗肯定是会拿简赵青 当筹码 狠狠地敲广汇银行一笔 看哪看得上咱们挣的这点钱 哎 你是不是 怕找到这小子 会对你不利啊 肯定是个大麻烦啊 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哎呀 哎呀 就说吧 哎来来来 再也说 都在一起去看 那这么说大烟馆又可以重新开张了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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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什么 能开张 而且三爷跟我说了 要把红利分给我两成 你看你 你看你 我当然不能偷拿了 肯定得咱俩一人一半啊 但是得你在明我在暗 因为不能让那一猪仔值得是我在经营 你明白我的意思 那简兆青呢 我总觉得这小子的失踪很奇怪啊 他又不是神仙 能上天入地是吧 既然银行和布朗都在找他 我觉得这只能说明意义 他还在西况没走 你能不能拉拢一些猪仔 帮我们盯着点 尤其是那些 跟简兆青走得近的那些人 特别是唐阿泰 我前两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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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门是关着在车 怎么又开了啊 你说 怎么又开了 对 又开了 别跑 阿里基 我这些黑盘猫仔也见不到你了 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坐下 坐下 小心点 我真得出去 我七叔肯定来找过我 小心 不行 你现在出去太危险了 是啊 赵倩 不能冒这个险 你想啊 这矿上又重新开工 又改善生活的 这全是一套假惺惺的 我觉得 是他们因为找不到你 才故意这么做的 我就是跟他们抓来的猪仔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那你说那个布朗 为什么变来变去的 这逍遥堂 开了又关 关了又开的 这全是他来之后发生的事啊 那跟我也扯不上关系啊 不过 我觉得这个布朗跟查理 都是一路货色 他们变来变去的 都是为了变本加厉地压榨我们 所以以后 你们一定要格外地小心 要不这样 你们以后再来 咱们设定个暗号吧 敲三升门板为暗号好不好 我觉得这样挺好 免然招亲担心 那到底敲几下呀 不是说三下 嗯 那好 我做个示范啊 做个示范 咱们 行吗 嗯 我觉得普通啊 要不 一场两碗 一场两碗 嗯 这个好 这个好 行 行 贱人 你说 你动作里 怀的是谁的野种 你给我听清楚 别想在我眼睛里游沙子 太太 太太 哎 好好好 老爷 沙拉圈 欧管家等 进来 欧管家 欧管家 你给我进来 欧管家 你给我进来 你给我关家 还呀 你找这吧 我没看错吧 这还有蔬菜呢 没见过啊 什么没见过啊 你们天天就知道邪约蒸饭要吃死人的知道吗 就不会了啊 今天就改善了你过来看看 什么这是 这叫鸡肉蒸饭 肉 这 这么大瓶肉啊 没吃过吗 没吃过吗 我先尝尝 是肉 像吗 阿世 今天有肉吃给你打碗啊 不老先生说了 以前查理在的时候啊 真不老啊 以前跟你们说过嘛 西矿的总经理啊 以前查理在的时候啊 让你们受了不少委屈 这回啊 他要改善一下和矿工们的关系 来来来 都吃 只要大家好好干活 以后天天都有肉吃 今天有肉吃 赵庆又不在 怎么 你这个少爷不喜欢吃鸡肉啊 不 你看今天矿里 好不容易吃得好的 我想给我大哥也送一份 我能不能请半天假 去医院看看他 这个我做不了主 只有你能做主 这个我真的做不了主 我听说他挺好的 也没受什么苦 我大哥挺好的 是啊 我是听说他挺好的 没受什么苦 听说他挺好的 你听谁说他挺好的 不是不是 听别人说的 你赶紧吃饭吧啊 吃饭吃饭 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挺好的 赶紧吃饭嘛 不吃一会儿都没了 快快快 吃点啊 老太 你看他干嘛呀 不是吃饭吃饭吃饭 走 别打我 你别打我 别打我 让我再抽一口吧大爷 还想舍长 舍了多少你知道吗 一辈子都还不行 我再舍一次 最后一个 滚 滚 跟你商量个事 大舅哥 你能把商量这俩字去了吗 你就直接说好了 这事 这事啊 我昨晚想了一宿 总觉得没法开口 大舅哥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 有什么话你就说好吗 你老婆妈妈的 你现在还不想说吗 要不你再想一晚上再来想 那我说了啊 你说 是秋菊的事 绿的呢 你看 我阿妹马上就要生了 对 郁仙说 不管怎么说 这 你从这个孩子 和秋菊一个名分吧 对啊 可瞎在他 默默唧唧的死活不吐口 我的意思是 你要是不同意 咱们就把会约解除了 你要是同意 你就认识这个孩子 可是他呢 我每次找他 他理都不理我 大舅哥 那他要是同意 你是不是也同意啊 你同意什么 你同意 都这样你还同意 你怎么当他就哥的啊 这是你妹妹 你把你妹妹嫁给那样的人啊 他同意我都不同意 大舅哥 这是你妹妹的幸福啊 你愿意把你妹妹的幸福 给他吗啊 我呢 我呢 大舅哥 阿丹 你的心思我知道 可是 可是什么 你看啊 我以前是你们家长工 你是个少爷 这 高班不起 什么高班不起 你什么啊 大舅哥 你看看 我早就不是少爷了 我早就不是少爷了好吗 我现在跟你一样是个猪仔 你听我说 这是你妹妹的幸福好吗 你不能把她幸福毁了 大舅哥 听我说 我求求你了 做我大舅哥吧 你同意我吧 正式做我大舅哥吧 你要是同意了 我立刻找夏才作为聊天 同意我吧 同意 马太 你真是个好人 你终于同意我了 走 走 干什么 去哪儿啊去 睡觉 你让我睡觉行吗 我们找你说个事 就是想说点事 上屋里说 睡觉呢 干什么呀 老西工在里面睡觉 咱们别打扰他 咱们去那儿 咱们去那儿 我们去 你们俩干吗 过来干吗呀 你给我过来 你给我过来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们俩干吗 找你睡觉 想干吗呀你们 不是 是 小仔 什么好说的 怎么办 小仔 你们干吗 小仔 小仔 我要你和我阿妹 解除婚约 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 说清楚就说清楚 我 我有什么好处啊 你 大哥 你钱给我 接着啊 就这么点钱 你给我多少钱 你想要多少钱 五百两 你这个畜生 大哥大哥大哥 不是他说的吗 不是他说的吗 他说他们家多有钱多有钱 给我们家五百两银子吗 是他说的吗 好 这样吧小仔 你知道我现在也不是少爷了 我拿不出五百两银子 不过从今天开始 我在这矿上挣的每一分钱 我都给你 这样行了吧 行 一言为定 走 妈呀 你的口粮呢 爸 你每人口粮分我一半 我今天 我今天打死你 小九哥 小九哥 你干吗呀 你 你真是畜生不如我姐 你这个畜生不如我姐 你这个畜生不如我姐 你这个打我妹妹来还钱 我打死你 你别想这么作戒我阿妹 我阿妹她那对不起你了 你这个畜生 你给我过来 我吃了好的阿妹 够不起你 吃了多少苦 倒是多少醉啊 你那 你那俩是让狗吃的吗你 你 你这个畜生 我师父把阿妹吃了 他被人遭到 那是他愿意的吗 师父 他怀着大肚子 还把自己的口粮分给咱们吃 他怀着大肚子 还爬了那么高的站桥上 你把赵经理救下来 你这些都是为别的 看你的 你这个畜生 他打死你 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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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舅哥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秋菊在桥上 把我大哥给救了 没有 没这回事 大舅哥 大舅哥 他 他 赵青现在就藏在阿龙殿呢 哎 阿泰 阿泰 你没死 阿泰 大哥 你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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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泰 幸好你没死知道吗 你要死了我也会去死的 没你活着 我有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丧气的话 我们都活着就是最大的好事 走 来来来来 坐下 来来来 坐下 你腿伤好点了吗 没事了 早就没事了 你看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吧 真是 阿泰 你还记着咱们最后一次见面吗 最后一次见面 对啊 就是那天 你倒在西矿的泥水里半天没出来 矿井以为你不行了 就把你往外拖 你说我当时不是被关在那个猪笼里 我就使劲往下看 他们把你往外拖的时候 一路上雪水泥水都滚成一片了 红乎乎的 我想完了 阿泰这回肯定是完了 你之前的伤害没好 又在水里泡那么长时间 我想你肯定是没救了 就在这时候 你把眼睛睁开了 你看见我了 对啊 你看见我看你了 对啊 你看见我在看你 对啊 我看见你 一直在看着我 阿泰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大难不死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信念 而且不管到什么时候 我们都在惦记着对方 好 没事 自己人 自己人 景先生 妹 阿哥 你也在啊 阿泰 来 来 你知道我大哥藏在这儿吗 阿泰 我是来给景先生送 这 这是什么 阿泰 阿泰 是这样 邝姑娘 镇佳还有刘姐 她们每天轮着来给我送饭 这个局你在骗我 你们一直都在骗我 我问了你多少次我大哥在哪儿 你们都说不知道 你都在骗我 你也在骗我 你也在骗我 可能不是多人 不是多人 不是多人 阿泰 你别动 我去追她 我去回杀她 你都在骗你 �你要点到你 你也在晒 你真是呀 你真是呀 你真是呀